是的 政府已经准备就绪 明天开展疫苗接种作战计划 那至于前线战场 也就是疫苗接种中心 也已经鉴定了地点 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了 卫生部长南斗斯里阿汉巴巴 今天透露 全国共有532个新冠疫苗接种中心 目前疫情最严峻的雪龙和布城 共有55个 最多接种中心的州处是彭亨 一共72个 中文字幕提供 至于其他州属 阿汉巴巴许识接种疫苗模拟演习后 在记者会指出 吉打共有57个疫苗接种中心 槟城22个 霹雳44个 玻璃是4个 纳敏则是3个 阿汉巴巴说明 疫苗接种中心共有5个站点 分别是检测症状和测量体温 完成登记 辅导及说明 施打疫苗 最后一环则是观察接种者 15到30分钟 另一方面 针对孕妇是否适合接种疫苗 阿汉巴巴表示 由于没有相关数据证明 疫苗对孕妇有效及安全 因此政府不鼓励孕妇施打疫苗